大家好,今天在给大家介绍西班牙国际学校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西班牙的教育结构。 在西班牙主要有公立学校、半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这种私立学校三种主要教育机构。 我儿子是上完初一来的西班牙,在国内上的也算一个私立的国际性的一个学校吧。 我们是14年的7月份正式登陆的西班牙,基本上算来西班牙带着孩子出国留学的头一批中国家长。 由于没有经验,可以说走了很多的弯路。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儿子的上学过程,希望能给以后想来西班牙留学和现在正在西班牙留学的家长和孩子有所帮助。 上一个视频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来西班牙选择的第一个城市是阿里坎特。 由于没有做详细的调查,我们来了之后才发现阿里坎特的国际学校比较少。 纯英式教学的国际学校只有这家国王学校。 而且入学的条件非常的严。 初中以后很难插班,最少要提前一到两年预约。 当时我们考虑了一下,来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学两门外语。 那就先上西班牙的公立学校看看吧。 公立学校是全免费的,而且就近上学,学校必须给安排。 这个公立学校就在我们住的这个别墅小区附近。 虽然是公立学校,他们对每个班的学生名额要求也比较严。 一个班只能20个人,如果说多了,必须分班。 我们住这个小区后来又来了很多中国朋友。 这样的话,这个学校的很多班级名额有可能超过20个人。 他们就在这个学校旁边又建了一所学校,保证每个班级不超过20个人。 西班牙政府对免费教育这一块的投入还是比较好的。 每年会拿出GDP的5%投入教育。 我们在西班牙生活了半年之后,才逐渐了解到, 每个国家都一样,教育也是分层次的。 西班牙的公立学校可以说只是面向工薪阶层。 初中毕业以后很少上高中。 初中毕业以后一般都会选择技工学校。 像厨师啊,汽车修理工啊,等这种专业的技校。 不太适合我们这种出国留学的孩子。 为了孩子的上学,我们就去了西班牙第三大城市,瓦伦西亚。 瓦伦西亚有排名西班牙前50名的国际学校10所左右。 这样的情况下,你的选择的面就比较大。 还有一家美式的国际学校。 如果你想让孩子上美国的大学,可以直接选择这家学校。 我这个图片上有地址和电话,你们可以直接联系。 如果你想来西班牙上这种私立学校,最好提前个半年或者一年预约。 在西班牙这种好的国际学校是很难进的。 因为到初中以后,班级都比较固定了。 每个班级它是固定,一般是不许超过20个人的。 如果没有名额和空缺,你就是有钱也进不去的。 我们刚到瓦伦西亚,选择了一所教会办的办私立学校。 费用比公立学校贵一点,相当于私立学校的三分之一。 关于西班牙这种国际学校的费用,我在后面有个表,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总结。 西班牙这种办私立的学校,主要是用西语教学,英语教育的程度很低,也不太适合我们这种出国的孩子。 半年之后,我们就转入了一个西班牙双语教育的国际学校。 在这个学校里,我们还遇到了大连万达足球队来西班牙留学的小运动员。 大门口的下面还有万达的一个标志,应该是万达赞助了吧。 我儿子在这里上到了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以后,考入了一个纯英式的国际学校。 这种双语的国际学校比较适合留在西班牙上大学的留学生。 也不太适合我们这种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 特别是在瓦伦西亚或巴塞罗那这种国际学校准备考西班牙大学的。 在考西班牙大学的时候,他要多一门语言考试。 在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语,在瓦伦西亚是瓦伦西亚语。 这两门语言就像普通话和粤语的区别吧。 对孩子来说,就相当于又多学一门外语,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国外的教育很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识。 我儿子在这三年多的留学过程中的个人能力提高得很快。 个人独立生活和思考能力提高得很多。 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学习的主观积极性也提高了很多。 目标也很明确,他要上英国的大学。 自己联系考试,高中的时候转入了纯英式的国际学校。 我们来西班牙五六年的时间,孩子转了四所学校。 把西班牙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半私立学校上了一个遍。 最后的结果还不错,在孩子的努力下。 顺利的高中毕业。 考入了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英国国王学院的最新排名在世界上排名应该排到30多名。 关于国际学校费用的问题。 我以压力双语学校的标准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每个月的大概费用不到1000欧元。 这期视频有点长了,就简单说到这里吧。 在下期视频里再给大家对西班牙的国际学校做一个详细的总结吧。 需要花三封的用适表。 最后的就是最新排名的检查。 非常新排名的检查。